欧盟研究,中美关税占损失,比4.5比1中共大亏,欧盟的欧洲经济和财政政策研究网络Econpol Europe,最新论文指明年1月,美国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全部加征,25%关税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只会承担其中的4.5%,另外20.5%将由中国制造企业承担, 广告彭博社11月19日,引述这篇论文指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正在赢得这一仗,即让中方在关税战承担大部分损失Econpol Europe的两位研究员佐勒日德茨克,Benedict Zoller-Redeck,与菲尔伯梅伊Gabriel-Felbermeyer在论文中指出关税措施,将带来川普希望的效果,美国对相关中国产品的进口会减少三分之一, 以上降低中美贸易逆差17个百分点论文说,川普政府在这2500亿美元的加税清单中,选择了具有最高价格弹性的产品,或者具有很高替代性的中国产品, 以迫使中国出口商为留住买家而削减售价,如此一来美国不仅能够将对本国消费者与企业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,还能够为美国带来实质上的福利,实际上,这将为美国政府带来184亿美元的净收益, 不过论文也指出,随着中美贸易战,持续升级美国政府要挑,选出更多高进口弹性产品,将越来越困难,如果继续对剩余的中国产品加税, 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将会增大,此前也有权威研究报告称,如果美国决心继续升级关税占中方,承受的损失将远大于美方,香港南华早报10月9日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分析报告指, 假设美国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2019年经济增速,将下降0.9个百分点,而中方损失更为惨重经济增速,会下降1.6个百分点。 目前,美国已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,25%关税对另外2000亿加征10%,按原计划201,9年1月1日对这2000亿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, 也将提升至25%,根据中共官方数据,9月以来中国对美出口仍在持续增加,但专家普遍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在美国关税提升, 前加仅出货,一旦税率从10%,增至25%出口量就将锐减,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,上海市出口主党型经济很多制造业,依赖对外出口生存, 特别是对美出口,因此美方加税,对许多中国制造厂家的影响是致命的。 中共最高法院官员公开撰文指,如果贸易战继续升级中国将迎来企业破产潮,法院系统应该提前做好准备。 有港商兼评论人士对港媒预测如果关税战升级,广东至少一半工厂将倒闭,还有大批港商会将升。 产线巴黎中国前两轮关税战,已令中国不止一家大型企业破产,其中包括最大的民营大豆进口,商山东晨熙以及损略全球轮胎企业第32名的山东永泰。 美国方面虽然已经开始计划对剩余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关税,但是相对于前2500亿关税措施,这次计划的推出显得比较审慎。 近期以来,美方对中方的施压开始从关税转向技术、军事、政治和外交等领域不过。 根据川普政府最近释放的信号,如果此次G20的中美首脑会晤失败,也不排除美方将很快推出2670亿加税计划。